连助理全部都要出去 如果这个案子通过的话 是全部连记者 然后还有连助理都要出去 自己看一下这内容 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 各种委员会开会时出 出列席及会务工作人员 不得进入旁庭 国民党是用这一条 那如果用这一条 如果今天通过的话 不好意思 现场的助理记者可能都要出去 所以真的提案不能乱提案 刚刚主席已经说了 今天我们是依照宪法第67条 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 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被询 那今天已经折衷 因为在我们旁听与否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都还没有朝野协商 他是有争议的 可不可都还在讨论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用了宪法第67条 我们予以邀请相关的社会上 关系人员来到会 可是因为有争议 所以我们不让他背询 已经取得一个最折衷的方式 我不知道说 国民党为什么要借题发挥 我必须说 这如果不是借题发挥 那什么是借题发挥 那你今天更离谱 你是用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 要读清楚啊 刚刚我套用一句国民党委员所说的话 什么叫知法犯法 乱引用法条也是犯法 好 谢谢 那接下来还有郑立军委员 请不吝点赞订阅